欢迎你 今次很开心 你可以上来停一停心呼吸 我们一起聊天 我也可以顺便介绍给你听 停一停心呼吸是什么 可以发挥到什么作用 然后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大家减压 或者有什么烦恼有什么问题 其实都可以容易解决很多 是一个这么简单的方法 当然需要一些练习才能做到 我也想学一下 其实我之前也有跟几个运动员 或者有些艺人也有谈过这件事 他们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是很多他们有帮助 尤其是运动员 现在这样讲起来你和我有点相似 我们一世人过了两世人的事情 有没有那么厉害? 就是说我前半生是一个摄影师 后半生是一个出街人 那你当然是两个人生 我呢? 你之前… 难道法师看到我有机会出街? 不是 你之前是一个运动员 然后你变成一个演艺人 是 也有两个有点分别的生活 当然有些人是 其实你也是那个人 你不会因为你变了另一个身份之后 你变了另一个人 是不会的 当然有很多人是有一个误解的 就是对于出街人 就是觉得一看一看一看 当堂四大街空什么都清净了 完全没有烦恼 这个是错误观念 因为有很多人是这样的 错误观念 所以我很多时候会 在做一些讲座之后 都会有一些四五十岁 五十多岁的男士 就走过来跟我说 就说法师我都想出街 他们就是搞错了 他们以为是出街之后 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其实都是一个人 等于你是一个运动员 你就算做了一个演艺人 你在运动员那方面的特质 是不会突然会没有了 而且就算出街 都是要学习一个新的人生 或者新的生活 都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就是学法师所说 也不是说你一做那样东西 就立刻烦恼 所有就没有了 清净都不会 说回你是一个运动员 即你是游泳的 那你是从中学开始 还是小学开始 我很小时候开始 不过因为我 我爹地妈妈帮我选游泳 是因为我爷爷也游泳 我爸爸也游泳 就是年轻的时候 所以他们就觉得 如果他生的小朋友 我都会有这方面的基因 天分 所以就很小时就 就是 老爸教我游泳 但是因为 我爹地 就是年轻时读书的时候 他就给爷爷 送了他回内地生活 读书 所以他是在北京 认识我妈妈 之后就来到香港 就生我 所以他 几十年没有回到香港的时候 香港就没有很多人物关系 所以他就 只是他教我游泳 他拿着秒标 在屋苑的泳池训练我 但是就没有什么地方门路 究竟我应该去哪个泳会训练 哪个教练好 到最后 是他在广州的一个 好像是北京的一个教练 即是他以前读书的教练 就来香港 做那些探访交流 接着就去了南娃会 接着就在南娃会 就带了我去 之后 我没有跟过南娃会任何游班 任何私人的课程 接着就直接入了他们的 一个初级游队 我九岁的时候才入游队 九岁的时候才开始学碟试 因为之前背泳、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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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老爸教的 就是九岁才学 其实在九岁才学碟试 或者九岁才入游队 是有少少迟的 如果有些游队 其实我现在在教的游队 五岁都已经有了 飞比斯都可能是 都是五岁、六岁已经开始练水 其实都是有点迟的 我想说回你游泳这个阶段 因为香港有很多家长 就觉得小孩一样都要学 最好是聪明 就希望他们可以加分 即是赢在起跑线 但其实这个观念 我觉得很有问题 我记得你后来 开游泳学校的时候 你有说过 那些小孩来 我是教他们输的 你可以补充一下 好啊 其实我小时候父母选择运动 因为他们觉得 我们这一代出生的小孩 其实很幸福 没有以前的年代 书又没有机会读 或者有些生活都要放弃 可能给弟弟妹读 又出来打工养家 就比较幸福一点 香港也不需要服兵役 不需要像新加坡、韩国、台湾 所以他会觉得 一个小孩成长 他需要有些东西去磨练 他就觉得运动是最好的 因为运动 其实付出和收获 真的不会成正比 你可能练很多 但最后的时候 你可能发挥不了 或者你会遇到更强的对手 你都会面对失败 所以我们从小到大去练习 每年比赛 可能十几次 经常都会输 但从小父母会教我们 你如何将运动上 由他们帮我们设定一些目标 下个月你要报什么比赛 你如何进步 然后有赛后检讨 我们通常给完赛 吃饭的时候 然后又说回刚才你怎样 下一次又要怎样做 久而久之 就会令到我们自己 开始自动拒练 就会说 我知道了 我下次要做些什么 下次我应该怎样做 所以就从运动方面 就会培养到我们 怎样为自己设定目标 怎样知道脚踏实地 怎样知道是努力 才会有机会有进步 不努力就一定不会进步 怎样知道就算你输了也好 你怎样可以 吸收经验 再努力点 再说运动员那方面 因为你不是被逼去游泳 你自己都喜欢 所以你才会做得好 我觉得投入过程是很重要的 因为在佛法里面 我们常叫别人不要执着 有些人问我 不执着我很难做得好 你不是要执着 是要坚持 你要坚持做得好 但你不执着最终做成功 那你就是在亚洲的纪录 你有几个 好像维持了三十年 香港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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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多一点 嗯 我最记得就是有一次听你说 就是说你跟现在的运动员说 就是说你要努力 你要肯练才行 因为你现在的教学 就是说各样东西 其实是应该很容易破我的纪录 但为什么你这么久都破不了 其实就是说你不够坚持 是不是这样 其实练习是很辛苦的 游泳只有四个姿势 还有游来游去 又说不了话 其实是很满的 但是我最近也看过 Mike Tyson 他很喜欢看那些名人说话 他其中一个 他说一个人如果没有discipline 即是没有纪录 他就会廢了 因为你很容易就会放弃 那么他说discipline是什么呢 discipline就是做一些你不喜欢做的事 但是你做到 好像你很喜欢做 这个也是一样的案子 有些人很喜欢做 那你当然很幸福 很喜欢做 当然做极也不觉得悶 很想去上班 但是有些人没有办法 这个世界不是一样东西都很想做 没有办法 你也要做的 你没有选择 那你选择什么呢 就是选择你是不喜欢做的 但是你也做到 你好像很喜欢做 这个就是其实 一个任何东西都会 游泳 游得很好 很顺利的时候 你当然是喜欢做的 但是有时候真的很闷 有时候你转到第二个环境 真的很辛苦 或者那晚你真的很累 前一晚练 还练不练 不如休息一下 整身肌肉酸道 还做不做呢 但是你怎样可以坚持 怎样可以守这个纪律 就是你是不喜欢做的 但是你也要起床去做 这个就是一个坚持 所以我以前两样东西都会有的 很想去做 而且很辛苦 但是也宁愿去做 再说回为什么 可能游泳方面 可能因为我那两个项目 就比较辛苦一点 而且在香港其实很幸福的 就是香港资源很多 其实也都 比如出去外面比赛 如果你真的达标 多些人去 是不是多派几个 我们有资金 就可以资助 但是 由现在很多学校都会 如果你运动好 赢在起包线 就会加分 很小的小朋友 很多时候都是短途的 只有25米比赛 50米比赛 每个家长就逾他们短途 还有去比赛的时候 参加大赛 全部都是接力的 400米就会接力 可以派多少个呢 不是四个的 派六个的 但是如果我由一个400米 个人逾色 如果要派两个而已 一个项目可以派 6个人 一个项目只有2个人 个个人从小到大 就为了入学校 就谷短途 全部人都是由短途 当然不会练长途 但是其实 你不知道一个小朋友 他的天分 是短途还是长途 可能一个长途马 你不断谷短途 他可能到小时 可能好 但可能到大时 其实他应该长途 但是你小时 没有打好基础 他就练不回 所以其实 应该 小时 都应该 就算只是游泳 只是跑步 你都应该要让他 有一个扎实一点的基础 打好一点的底 就是要长途短途 就是中距离 你都要练的 我觉得 让他们选择 某程度上 因为佛法说 不乐而端 就是说 完全不让他选择 和完全全选择 其实都有机会 有出差错 其实就是说 怎样是适合 我自己的感觉 就是让他们试 不要那么快选择 就是要试 试完之后 你才知道 刚才你说 Mick Tyson 那个说法 我都觉得 挺好的 其实当然 他说的那件事 不是说 有一件事 完全跟他无故 他完全不喜欢做 他都要扮 很喜欢做 其实不是这样 而是他本身 在做那件事 有些时候 他不喜欢的时候 我仍然要好似 很喜欢 就是这样的心态 其实这个就是 转念 是 就是说我们 应不应该要做这件事呢 就是好像 有人问我 我现在在治愿 我不用跟大众 一起做早货 我是自己做的 但是我都是 每天四点半起床 就是四点半起床 然后两个半钟头 我就去到七点 我才做早餐吃 有很多人就说 你一个人 你为什么要这样 其实这个就是 好像你所说 做运动员 就是出家人 其实那个练习 都很重要 是 确实 如果你自己 总之有机会 你会睡觉一点 有机会 你会多吃一点 其实是不好的 就是那件事 就是要找回自己 你当初为什么要走这条路 就是这个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回到初心 正如你是一个运动员 虽然你后来 就转了做艺人 但是你近年又做了一件 运动员都不敢 未必肯够胆做的事情 就是那个华人海泳岩 是 华人香港岛 嗯 我在想究竟 可以怎样做 是不是游10公里 20公里筹款呢 接着我同事就 在上网找 就看到原来 香港有两三个人 之前游过 我还香港岛 那我 多少年前 他们好像17年又还过 18年好像也还过 再早一点 好像是 八九十年代 也还过一次 我就被这个 概念吸引住 因为我 29岁的时候 人生跑过 唯一一次的马拉松 就是42.195公里 然后还一个香港岛 是45公里 还长过一个马拉松 然后又还住自己出生的地方 我就觉得做到也挺有型的 我是演艺界的 演艺界当然是要想一些东西 就是要有刀头 要么不做 要么做一样东西 要么不威 要么不威 要么要龙敢威 要么不威 要么不威 要么困难才能筹到钱 所以我就说 不如做这个吧 先问一下之前做的 他多少岁 他20岁 当打奥运的可能困难一点 他说不是 跟我差不多 那时候都是三十多岁 以前都是游泳的 但未必有你游得那么好去奥运的 我觉得我也可以 我在2018年的时候 就练了差不多四五个月 想游的了 但后来我自己也知道 都是有点不自量力 原来都是游不了的 因为我自己知道自己 嗯 没错 我15年没有游过水了 我退役了之后 我15年里真的跳到泳池 这样游 我想十次都没有 我从此不再喜欢游水了 那时候退役了之后 因为我当时觉得 帮我永远不会再进步的运动 的事情 我是不想再做 做来做去也比以前差 这样就不做了 然后 当我再练习 我觉得不够时间 我就跟会长说 不如推迟一年吧 我就推迟了一年 结果就练习了差不多一年半 然后2019年11月5号 就游就还游泳了 你是怎样练习 自己游的而已 就是在海里 不是的 一开始在游泳池 因为实不相瞒 我出生不久看完《大白沙》 之后 不敢下去 我从来都不下去了 我老爸叫我表演游去浮台 我也不敢 防沙网里游去浮台 我也不敢 见不到地我也害怕 所以我就不游 所以我本来打算 只是在游泳池里练习 之后 到游环游泳 旁边有人陪 就只看着他 什么都别看着 那就是一次 不会那么好彩 那一天中招 就打算不练习 但是又很有缘分 这些真的整定的 我有个朋友 也不是游泳的 他在一个活动里面 跟人们聊天 就认识了一个外国人 那个外国人就说 我平时的活动就是游海 接着他就跟他说 我的朋友遲些要还到 他说对了 你还到那几个都跟我们一起游 就认识到真的还到的朋友 其实很吻水 在游之前的两个月左右 我才学游海 一游海就知道原来游海会中暑 游海会浑浪会吐 我试过吐 又试过眼发炎 又试过被那些好像水母炸过 原来游海又多盐粉 又要塗些油在身上 如果不是游游一下 你真的这样磨 你脚底又会损 所以有各方面的知识 都在那两个月里学到 而且真的在游泳池的量不够 我在游泳池游4000米5000米 打算游10k至20k便不够 其实可能不够 所以我到最后游海的时候 我真的试过游30公里 平时游8公里、10公里、12公里、17公里 真的在那两个月里 在训练上 就冲了上去的量 然后慢慢再调整 所以其实到最后环倒泳当日 我算是非常非常顺利 中间有一段在鹤咀大浪湾 是很辛苦的 因为很浪 亦有一段像 跑马拉松那种种场 去到没力 开始觉得我的动作开始缓慢 好像心里跳得很快 但我又不累 但跳得这么快 真的好像荒湿湿其冰 是否突然会休克 会有一段很害怕 但是捱过了那段 又开始顺利 到差不多到岸 听到有人欢呼 然后又充满电 回光反照 所以那次真的很感恩 很顺利完成 到最后的善款 亦比我们预期 是加倍再多一点 到最后筹了一千零五十万 所以是很完美 其实我觉得游泳和禅修是很相似的 因为林宝宜跟我说过 他游泳就像禅修 他只听到游泳和禅修 还看到游泳底的线 他没有什么其他东西想的 就是完全在当下 就是身心合一 比赛的时候其实也是的 如果你比赛的时候 去想一下 我隔壁的不知怎样 我现在要拼命 我一定要快过去 你有这些东西想 反而你还糟了 就是我的感觉 我没有去游泳 antioxid само 环岛泳在因为过程里 你如何无端做一个这样子 其实你因为要帮助大家 是 之后知道有环岛泳的 是挑战自己的 亦给自己一个目标 其实环岛泳之后 也让我发现 就是原来一个人真的要有目标 当你有目标的时候才可以 灯着自己的火 每天的生活才会有一个目的去做 去奋斗去进发 因为我那时候还得泳 我知道我要游 我真的怕游不完 所以我每天练习 我都要迫鞭策自己要练习 但当我游完还得泳的时候 我再要游回 譬如我现在没有目标 我真的就算每天都下水游 我就不会游回之前的量 因为不要紧要 我也没有办法 游一千也可以 游二千也可以 那真的会 所以真的要找回自己的目标 你游完还得泳这件事 其实你都已经放下了一些概念 就是很难的 我很怕在海游 你都要放下一些东西才去做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你首先要不要怕失败 游不浪 那又怎样 那又不太好 如果你有这种想法 你就很难游 而当你游到 你说 等一下 你还没用力 用不了力 那时候你可能会放弃 所以这就是运动员的精神 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就是有一团火 去推自己 就是一个动力 还有很有趣的就是 回去做运动员应该做的事 就是去练这个环游泳的时候 又会觉得自己的目标很清晰 生活也变得很单纯 于是我们这一集 讲运动的身份 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集就讲 你在演艺圈里的一些经历 哇 好了 差不多说了 好 我们下集再见 好 好